基隆市议员连恩典示范骑机车经过这处边坡转弯处时 扬起砂石容易打滑的情况 这里是暖暖区新龙街34号附近 六二快速道路高架桥下 桥蹲路段边坡容易因为下雨流下来大小不一的土石和细石头 再加上是转弯处如果下雨天时更容易造成机车经过这里时 雷残摔倒 不少民众向基隆市议员连恩典反映连恩典特地会同国民党立委候选人林佩祥市议员 一起邀请市政府交通处公务处和公路总局等相关单位人员到现场会刊 将在最短时间内改善这个问题保障机车骑士的安全 发现因为桥蹲下面的这个土坡经过下雨的可能就有点冲刷 那下面不但有泥沙还特别是碎石子导致常常在这里又是转弯处 那机车滑倒的几率非常的高 那今天来这里我们和公务总局以及我们基隆市政府的公务处到现场来会刊 那也有决议桥下部分就是脏乱的地方由小狮子的部分由公务处来这边处理 那我们为了要一劳永遇让这个桥蹲底下的沪坡 再不要有沙或者是碎石粒掉下来 我们请公务总局来处理 那公务总局也有答应这边要做桥下面这一段的护栏 然后来解决这个一劳永遇的问题 尤其下雨又晚上的时候 这边如果以我们现在看到的现况 摩托车只要一不小心因为小石子而发生一些事故 后面的小货车极有可能会造成追撞的状况 而因为这边的照明不足 所以大家的不管是机车骑士还是开车人 会导致他们反应的不足 而长期的计划来讲 我们要在这边见请公务总局来做出对于编波的一定程度的改善 而公务总局刚刚也释出善意 从善如流 他们愿意在道路的旁边增加一些矮墩护栏 然后把这些小石子把它护住 让它这些小石子不会因为极端气候好大雨的发生 让这些小石子落到地面上造成交通事故 林佩祥也建议这处地点除了由公路总局在编坡底下 加装矮墩或是原石 减少土石流到路面上之外 应该在加装路灯提升亮度 保障机车骑士在下雨天晚上 经过这里转弯处时的行车安全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